要在前面讓V3的控龍節奏緩和一點 讓自己拖到自己的可能第三條龍要接的時候 自己的AD已經有兩到三件裝 我覺得在那個時間點就是DFM可以去找回自己的場子 是 來看一下Edan V3A是有套路的 是有想要擠一下對方的紅區 但其實DFMA也很早的就在河道口的草叢 插雷跟眼睛 對 然後還是要看一下這個李欣跟阿里的搭配 因為如果這兩個人搭配得好的話 也會有這個前期更多的打架碰撞的畫面 那打出一點優勢的話也可以讓自己在前期 就是讓V3A不好度過 是 而且像你說的你之前有提到就是 日本的中路選手看起來是蠻喜歡在這個位置 就探出來看一下的 那這邊看起來是想要壓秒路 因為打換缺的話其實V3A也是賺的 就讓你的下半部難受難受到不行 而且我們都知道其實一等的牛是比較弱的 對 那以後套路也走過來 自己的勝利自己掌握 是 那另外一邊的烏迪爾也是往對方的野區走了 那就是上面一個人入野區 然後下路四個人同時走進去 掃眼會把對方插在河道口的眼睛給排掉 對但沒關係烏迪爾已經做到他的事情了 因為這樣進來只要沒有人就知道李欣是散開的 然後烏迪爾這樣再回去的話也不會受到任何的限制 但某某要直接來封路 要直接敲到底 另外在下半部的DFM 也是直接開始了推線 對 因為這就是基因科斯厲害的地方 可以用直接砲型態把一波兵給清掉 哇 翔路是一等的烏迪爾 火鳳型態直接跟對方賈克斯雷波對敲 但是賈克斯帶的是致命節奏 這波敲起來其實兩邊換的血量是差不多的 對 可能要再看一下更前面的狀況 因為烏迪爾如果鬼不早點開的話 應該不會有這個局面喔 反而打得太久了 但是他主吃了一攤野怪 那反而這邊是被對方給捶了起來 閃線弓 還有Dan的閃線的一發二殺火箭 還差一下的普攻黏不到 但是虎啸龍雲踢到 他主反而是把藍muff送回給了ham 看起來造星一開始想要Gank下路的 但是下路線還沒有3-2 再勾到 上到兩等 回頭一錘 但ham也直接再踢了上來 有點藍喔 回頭盯住 二殺火箭還在掛 現在是點燃掛在了回頭ham的身上 但你有兩等了 一直裡面還要上前 但是直接被對方給頂過了牆 而且我蠻好奇的是因為其實 V3的下路線是有插三郎的眼 所以是可以看到李欣來的 那這個情況下我不知道造星是不是沒看到 所以導致說剛剛那邊想要進攻 也沒有察覺到李欣的位置 我的V3A這個踏住 還是要再進嗎 不服不服 我就是不服 然後捅上來 hands有閃現的 被三重爪擊 給捅了兩下之後逼閃 可以 這個算是有抓到對方的在吃野怪 而且知道他的血量是比較殘的喔 不錯不錯 很血性很血性 唉唷這個第一把 這個雖然說到目前只有一個人同的交換 但是 整體在碰撞上是很平凡的 對 而且這邊 就是李欣這邊被打散也很關鍵 因為等於說這個節奏點也抓到李欣的位置 下路右打起來 走到夾子上 那是要被Date給擊殺 而且現在狂躁出發之後 就追著Easyman一直點 被痛苦思想稍微緩速一下 唉 這個下路線 應該是要比較優勢的 其實不太能被打限殺的 是 但不確定狀態是如何 對 還是被抓到了一個限殺的機會 因為你如果讓DFN下路拿到這麼多優勢 你會盡向的讓自己在下半部支援 中力支援小龍更難控喔 所以我覺得不太能夠再出現這樣的失誤了 是 因為對克里斯達而言 他現在0.00十字的領先 但另外一邊拿了一個人頭 拿了一個助攻 所以對吉英哥斯來說 這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沒錯 上路的Momo 這把也是 是 畢竟在自信選下的賈克斯之後 看起來在對線上 至少沒有被推得太嚴重 對 而且李欣這邊 也算是一直有在找試做 進去對方的藍BUFF在那邊插了一根眼 但是有被對方放在點草的眼睛給看到 沒錯 位置是有被找到了 中路這把 比較少帶到 但是反而應該是在推線上 會競爭比較激烈的一條線 居然是鏡頭最少 然後也沒有什麼碰撞的 是 但我覺得Woodier這邊 算是贏得不夠多 因為他一等被打這個 軌撲之後 其實線上你可以看到 都是賈克斯有限權 對 整體錘上來 還是 在自信選吧 畢竟鎖的速度也確實快 他可能對這個對局而言 對方也可能是他熟悉的對手 熟悉的對手 加上熟悉的角色對局 那這個安排起來 就變成是Momo 也確實在上路 是找到了一個舒服的發育時間 對 那還是要看一下接下來的物件爭奪 因為趙姓前面還是比較有進攻性的 吃了一隻蟲 那另外一邊 Han是在對方的視野底下吃六鳥的 嗯 我覺得趙姓這個時間點吃的速度有點太快了 雖然他可能要來看一下李星有沒有在吃 因為中路線跟上路線 尤其是上路線 上路線推完的時候是可以支持他來幫忙一起來吃這個蟲的 所以我覺得可以再慢一拍然後跟上路一起吃 是 大家可能也是看到視野吧 就是知道對方在動六鳥 那就先趕快抓個時間差 吃個一隻 然後就先落跑 對 但這樣路線就會有點卡到自己的路線 是 但雖然是有掌握那個時間點 但也確實是自己拖到了一點刷野的節奏 對 還是要看一下 因為下路線就是我覺得V3這邊 不太能夠拖到自己的時間 是因為他們是有吃龍的壓力 就是如果前期不吃龍的話 那第二陣子更喜歡 是 慢慢的發育嘛 那真的到了後面 他的賈克斯成型 他的吉英克斯也跟著一起有作戰能力 是 那V3A反而是 這壓力會比較大一點 沒錯 那接下來我覺得還是 看一下這個V3A的進攻 因為如果現在就是 造性沒有一直往前 沒有一直去做一些比較路線的動作 或是去控誤鍵的話 那自己的遊戲都會掉喔 中路的優跡再被點一下 卡勒哈 這在中路換血式打出了一波的優勢 對 主要是這個下路線過得有點痛苦啊 而且 DFN還可以再 讓某某推完線之後 拿到剩下的虛攻幼蟲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嘛 就你今天打野跟上路的兵線沒有配合好的話 就會讓對方推進去塔下 然後回對線 再繼續來防守這個蟲子 所以我覺得那邊不只拖到自己的時間 也讓對方有搶蟲子的機會喔 但重點還是在這條龍啊 其實到了6分40秒還沒有開始動 雖然說現在的他只是在往下走的 但他的下路其實 並沒有一個很明顯的優勢 甚至現在的線也不夠大波 沒錯 而且我覺得要趁這個牛還沒上6的時候 多來下路喔 一勾 勾到了牛 再接著定住 但SUSU沒有命中的情況下 但不錯喔 至少把血量打殘了 是 但反而是HAMP直接踢了上來 有閃現 帶一波閃現WQ的連段 緊接著夾子 雖然用一騎當先加閃現脫離 第一時間的危險位置 但是DENT閃現三發的二殺火箭 讓自己觸發狂躁往後拉成OKROMA 沒有辦法留住DENT再一發SUSU 配合著大地粉碎擊飛的Easyman 還有的是飛行感到的Yuji 讓DFMA在下路拿到一波零換三 哇 造星打得太急了 他覺得牛被打殘之後 應該不會在那個位置 但是他就是會在那個位置的原因 是因為他就是沒血了 所以可以幫忙 短暫時間可以幫打野喔 哇 那DFMA 這是HAM主動發起的進攻 這邊其實這個時間點也都不用走過來 因為下路兵線快推完了 所以他只要站在這個點槽 再往下一點點 等著雙人線推完之後再靠過來 去爭奪這個和諧就可以了喔 然後這個溝空也很關鍵 三發火箭 直接往後拉扯 Easyman還交了閃現 想要來拚殺DENT 但沒有成功 那看起來SFO有成功 算是讓DFMA找到他們的 自己的進攻節奏 五個人都打通任督二賣了 唉唷 今天不管是在對線上還是這種小團的碰撞 看起來DFMA 這是在落敗給了CFOA之後的這個 調整速度跟狀態都是非常的好 而且我們一直還談到嘛 就DFMA的陣容是前面可以放小龍給你的 但是讓我拿到這麼舒服的優勢 接下來V3也是很難受囉 進攻節奏點會很難找 就是他對克里斯達作為首選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價值的 對 那這個情況其實變得也很尷尬 因為上路你的烏迪爾不只沒有贏 甚至現在被CS反超 其實正常不應該 這畫面不太應該長這樣的 就正常畫面帶到應該是烏迪爾要一直推線一直推線 然後可以進去找 就進去對方的野去做視野 是但一等的影響不可能 就是一路延續到就是到了八分快九分鐘 已經兩邊都回補過的情況下 還是由DFMA的上路 某某這邊掌握了推線的主動權 沒錯所以這代表在打線上就是畫面沒帶到的時候 其實烏迪爾是沒有一直利用他自己的優勢 或者是甚至說換血上面 或者是他R的一個釋放的選擇 覺醒的選擇是選擇錯了 是 但現在對於V3A來說 他主其實就找不太到什麼節奏 這幾波在下路線都是吃虧的 那緊接著DFMA 已經是有了一個非常發育良好的吉英克斯 甚至來斷到對方小的節奏 但現在V3A選擇轉移了進攻目標 往上一翻 但真的自己沒有抬到 某某利用自己的走位 是成功的扭回了塔下 感覺某某也是 真的是打通任徒二賣了 這個用走的直接走的 他閃現省住人 那我只能說如果DFMA到時候在第二階段 再來怨你 還要再往下 這就是DFMA的節奏嗎 但是TP一亮之後三個人馬上撤退 所以V3A現在是被掐得有點難受 卡拉哈下來也不能幹嘛 可以但是很賺喔 因為你這樣已經打對方TP了 接下來這個阿里會有一個短暫的TP差 而且這個是十分鐘剛好直接想要T塔過來支援 結果還是被DFMA給拉開了 沒錯 而且我覺得某某也是很熱命喔 因為知道自己在這個邊線上面 如果會被找麻煩的話 因為自己中下已經有優勢了嘛 所以出個水性鞋 對方要控制他 控制到最滿的話難度也很高 那麼下一條小龍還有2分半的時間點 以目前V3A看起來 他如果真的還要來嘗試 就中斷對方的龍魂節奏 或說找回新一波 屬於自己的進攻點的話 那我感覺勢必得把物碟給交到下路線來 但是卡拉哈又沒有TP 而且我覺得 就是UZ在選到阿里這個角色也蠻適合他的 因為他原本是玩戰裝 會沒有位移會被針對嘛 阿里可以自己玩 排到街甲 進化解掉 但是自己在被蠻牛之力給暈住 三發的普攻 但是大絕還沒有開 選擇先打正面的OKRUMA 上面的塔主想要下來支援 但是看到了HAM 這邊先是兩面打野 打了罩面 再一波WQ的連段 下面的超危險的死亡火箭 並沒有打到Easyman 但阿里也來囉 UZ兩段飛先 來到Easyman的臉上 命呼喚掀開 但是閃現 躲掉對方的突刺之後 再用幻育 刮死了兩個人 那是了WQ HAM在一腳神龍掰尾 也是踹死了塔主 DFMA目前8比0 我在DFM的這個 進攻節奏 有看到CFO的影子啊 正說有把剛剛的落敗經驗給學起來 現在再回到了中路線 UZ被往右一翻 吃到了地板的傷害 對 我們再回來談一下 因為我覺得UZ的選角 比較適合他啦 是 那這邊再看一下下路的進攻 然後一波 先是消耗了Easyman的血量 而且後續也沒有打算打到底 慢慢的往後拉扯 只有一個納蒂魯斯 在一整波兵都在的情況下 並沒有辦法威脅到DFMA 對 我覺得DFMA這邊很敢打 是因為李鑫一直都在旁邊Cover 所以對方的造型是沒辦法去繞後的喔 然後這邊UZ 大絕支援速度很快 雖然是被勾到 但是後續中野的閃現 也是HAM的閃現擋掉了命運呼喚 對 他的反應很快 因為他那邊交閃就是 不讓阿里的血量掉到斬殺線 所以那個T也很關鍵 閃現T也很關鍵喔 那DFMA在12分鐘 已經有了3000塊錢的領先 對 那V3A 打起來不太像同分的隊伍啊 是 就不太像是他們之前 是打到過平手 打到過 打到目前是同分 對 但現在這把看起來 在成長的幅度 是DFMA比較快一點 沒錯 而且我覺得中野 這樣代表他們也找到自己適合的了 因為 確實中路就不要玩那種髮盒嘛 你髮盒又會面移到被GINN的風險 不如玩這種前期節奏 總也會很好去搭配的一些角色喔 現在要再來下路給EZNN壓力 再打 杯先直接開了 有閃現喔 EZNN 交了閃現 好可惜 好可惜 反而是Karen Ha 蓋了牆壁過來 但是看到了HAM 把HAM給往外抬 V3A雖然成功的防守 但是並沒有辦法 從DFMA身上撈到任何的油水 對 但李辛的大絕好像 他剛剛那個摸眼感覺多了 因為他已經在塔利亞的上面了嘛 反而自己摸過去 被塔利亞的E給斷完之後 R反而救了對方喔 是 但沒有拿到人頭沒關係 是現在GINNC是正在拿克里斯達的塔皮 OK 那這樣子 就是人頭沒拿到 但至少經濟是拿到手上 是 而且是首塔喔 有機會在14分鐘前直接拔掉 對 有電到的GINNC發育推線 其實都不會成一個太大的問題 而且順勢把下路 把塔拔完之後 可以再控這條小龍 欸 但中路的Yuji出世了 要被兩下的普攻 第三下 閃線躲掉了幻域卡雷哈 單殺 拿下了shut down 沒事沒事 多賺多賺 多賺了對方的閃線喔 是 不虧不虧 真的不虧嗎 不是 就是以他的視角 反正現在下路優勢夠大嘛 那中路先多加一個閃線殺我 這原本是沒有的 變成多賺的 是 那自己掉了700塊給對方喔 其實塔利亞 前面幾波的支援都沒有 起到太好的效果 對 看一下 看一下 Yuji這邊是沒有大絕的 起到一發大顆的石頭 被抬回來 被抬回去了 那基本上是全招吃的情況下被單殺 對 其實後續Yuji還真的有機會 把開熱海給換掉 確實 那個Q 如果閃線沒交的話 有可能真的一換一了 對 但是因為造性在旁邊其實也是有閃線的 所以如果他沒辦法收割到 造性其實也可以閃出來 我剛剛其實他組就是完全在相信隊友 就是 你可以齁 你真的可以齁 我繼續吃我的野怪了 對 因為 趙欣穎也要把自己的發育趕快補起來喔 是 但中路突然一波的被忽然往前 忍不住了要開戰 但是牛這一波是擋住了對方的進攻意圖 潛上中擊雖然按在了吉英克斯的臉上 但是並沒有辦法騎到太好的效果 TP下來兩邊上路都到場 這時候進場 吃到世界地表 吃到的狗 李鑫被秒殺了 但是往前反擊風暴接穩 就是炸到三個人的臉上 喀爾哈也要被飛仙給擊殺 由於聖塔在七進七出衝了出來 反正是MOMO一定要殺的進去 直接講對方的AD給擊殺 哇 這個DFM打得 這波打得很好耶 而且 李鑫就算進去 第一時間被控制到 但是因為 現在的AD裝備太好了 只要擊火目標不是吉英克斯 他們都能夠成功把這個會戰給收割回來 是 然而 DFM再一次 又在中路贏下一波團戰 這邊要開戰感覺 想得不夠周到耶 因為 呃 主要是牛 這個時間點六等了 不是 就是他有大絕了 所以你真的要開戰 你要越過牛開到後排 你還是會被牛給阻止斷後輸出啊 然後進場 雖然李鑫第一時間點比較可惜 但是 我有這個暈三個 然後阿黎在旁邊繼續輸出 頂三個暈三個 這一波MOMO 配合KRAFT 一頭 那後續也沒有在人頭的掉落 DFMA目前再打一波團戰 又把經濟回到了 拉回到了四千塊錢的差距 對 還要在中路嘗試一下OKROMO 被頂開了 而且這邊優勢很大 這邊就把中線擠完之後可以去動浴世者 那接下來的節奏就會更舒服 而且接下來的話也可以搭配這個浴世者去進攻自己的第三條效果 12比2 這個差距之大 雖然DFMA並沒有把經濟真的拉開到無法挽回的地步 但至少這把的 碰撞團戰的勝利者都是DFMA 但其實我們就講陣容嘛 因為V3我們一直在談到 他們是沒有一個後期非常強的角色 寶藏 所以現在的話就是等於說 慢性自殺 除非你真的能夠打到一波很漂亮的團戰 是有機會 可能零換三零換四的這種團戰 才有機會把這個經濟反超回來 趴主主動頂了上去 不過DFMA已經拿完了浴世者 嗯 無法阻止 右邊想要在中路稍微打一下 但下路 Momo是直接一路追擊Carrie Hart 到了這個中塔後面 但是中路拿到了吉英克斯身上的Shut up 但OKRuma也被換掉 OK 後續是Crawl Hutto在頂飛 有一個編制者之翔過來 要把整條路都給卡住Easyman吃到 換運之後還能回頭再輸出 但Momo在旁邊 Momo跳了過來 一刀蓄力一擊 直接將對方AD擊殺 再暈了兩個人 對方的中路也沒了 雙C全部的倒地 進場刷開 心悅無雙的Tazoo也無力回天 V3A倒下了四名成員 在對方的野區 Momo一直在 就是一直在找機會 而且你可以看到他在邊線 就是他外塔原本也不想讓 他就覺得說 我的優勢這麼大 我不想把經濟都給你 所以一路追追到 把對方追到中路這邊來 而且剛好對方殺完人在中路 又給他一個收割的機會了 余思哲在撞 中路的外塔也要被頂掉 V3A目前 前中期的進攻陣 那是沒有任何一點的節奏 甚至是Krauto這邊上車 看是要把玉思哲開到哪裡去 不錯不錯 把玉思哲叫回來 但好像也沒什麼意思 他還是走回中路了 他是 他就是利用他撤退 撤退到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 對 然後唱Record 也是一個選擇啦 畢竟他要撞的目標完成了 對 比較快可以回家啦 反正這個往前撞 也不一定能撞到二塔 先看一下 對 中路的這個擊殺 是OKROMO 主動向前勾 然後吃到全部CC的情況下 還是被殺了 嗯 那這個賞金給到的話 其實對於V3A就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 先來AD就是 克里斯達就是要拿經濟的那個人 對 但Krauto 聽說MOMO後續的進場 頂兩個暈兩個 又是一波牛跟賈克斯完美的配合 嗯 那拿下團戰的順利 那我後面回來 又是一波團戰的爆發 快來護打線 被扛住了三個人 李星 有阿閃嗎 李星踢了進去 現在盾眼閃到了鳥刻裡面 剛好MOMO的進場 又來自一進一出 那上面 Pearl緩住了兩個人 中路的Yuji也被勾到 定到原地 可以再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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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往前開A 命運呼喚 把人給拉了回來 Yuji一滴血往右閃線 但是超遠的死亡 我記得已經把Easyman給炸死 正面 重新進場的Han 又提死了兩個人 DFMA 又拿下了一波的靈魂4 哇 MOMO一直想要 把自己MVP拿到 因為我原本覺得說 這個中野發揮得很好嘛 可是後面MOMO他一直 在會戰中站出來 一直在跟大家講說 欸 MVP我要了 MOMO 在持續的追擊 這個 最後的圍旋賈克斯 目前看起來是讓V3A頭非常痛 對 就這把 其實剛剛 李星我剛剛看了一下 他應該是 R鍵的還沒有轉好 所以這邊也沒辦法操作 就是用一個 Q到人後的R閃 頂三個 頂三個 右邊有一個TP 雖然位置可能稍微保守了一點 對 李星這邊要進去的話 有R會更好 因為那個時間點可以把 AD踢回去的同時又踢到他的人喔 但這邊進場就是因為自己沒R 沒辦法操作 是 然後Dead 狂躁觸發 賈克斯 跟牛的搭配 是 這一炸 剛好還配合了牛的COMBO 對 牛其實也玩得很好 是 我其實把CRAWTO幾波的團戰頂都頂得非常不錯 對 而且他現在的戰績是0020啦 每一個死亡數都跟他有關係 是 那好像他也可以角逐一下POG了 100%的騎炸參與率 然後每一波都頂到2到3個人 團戰的發起者 這頭牛 也感覺是有力競爭者 沒錯 那當然Dead分配的重點 並不是POGMVP給誰 但重點還是要先把遊戲給贏下來 全生死局 但我覺得這把算是蠻勝倔在握 因為 原本經濟差是4000塊 那在幾波團打完之後 經濟差已經來到了將近8000塊左右了 那 這 賈克斯的話 這把在邊線上也是 在裝備成型之後可以開始施加V3A的邊線壓力 這邊其實我覺得又是夠大 而且你可以看到 基因克斯的裝備 是 已經來到2件半塊3件了 是 所以待會的話可以吃巴龍 來看一下DFMA整體的視野布置 我覺得視野可以再往深一點 因為牛身上還有三根眼 加一根紅眼 是 但現在做了更深 還在等 可能還在等就是邊線的推進 對 那真的要穩一點也可以第四條龍 反正就是最後一把了 那 把龍魂拿到 對可以再更穩一點 那現在幾波團結論上是屢開屢贏 屢戰屢勝 那 在野區的入侵 稍微打一下OKROMA的血量 只有輔野再去做進攻 像我的UG也把線給推完 但畫面轉到中路 MOMO開鎚了 直接鎚到對方高地塔前 把對方的AD給鎚直之後 還一路追到了高地裡面 閃現 被仙武雙給刷到了高地裡 那這一台台了回來 吃到碎了地表 右邊的DAT幫MOMO完成收割 那卡雷哈還是將這個 賈克斯給收下 看到兩下塔 DAT也要倒地 在換個OKROMA之後 DFMA這波打得有點急到 對 打得有點急 但看起來是有機會操作的沒錯 在這邊再一個 傾倒有頂到 但李青在踢了進來 最後的人頭是被Kurakuto拿到 對 那這樣還是很賺的 因為後續的話 就是UDIER一根在邊線 那UDIER我們都知道 其實越後期也越沒用 所以他吃經濟 其實對DFMA來講 是可以接受的 反而是這個高地塔 要在這一波亂鬥的情況下 被DFMA拿下 是 那Easyman還想要嘗試再留 後方有Pearl的TP繞背 先暈的是對方的UG Kurakuto先把Easyman給頂走 回頭直接走到了中路線上 還有MING呼喚的聲音 向前頂的是一個OK的棒 但兩倍的球果 讓Pearl跟YuGi分開了一段時間 那後續的雙翼風暴 還是又起到緩速的效果 再追 回頭一清 幻慾再刮 但傷害不太夠 池耳衝撞 在拍運之後 覺得自己沒有辦法 再繼續的往前跟進 是 Pearl是選擇撤開 那這樣子 DFMA可以準備吃下一條小龍了 他是 球果彈了過來 直接跳到了Easyman臉上 我覺得MOMO找機會 就是他下路兵線清完之後 就直接來中路找機會了 反而是V3這邊沒意識到 賈哥是有機會來中路喔 但其實Easyman第一時間 看起來是不會直接被跳到 他是 回頭 回頭了一下 就好像想點他 對 但是就給了他一個跳展的機會 沒錯 其實我覺得這個畫面 在這場算多多少少都有 在對線聲的時候其實也是 看起來想要往前打 就是他選出克里感覺就很像 一直想要操作 但明明就裝備是不支持他這麼做的 然後對方的技能其實是指定技 就是牛直接頂上來 或是說賈哥直接跳上來 克里斯達是沒有操作空間的 但他還是打得會讓自己的位置 讓對方不用交閃就可以開到他 我覺得是 蠻嚴重的問題 沒錯 那這樣子DFMA順勢拿這個巴龍 因為主要是視野面太好了 然後 賈哥斯邊線又很無敵喔 一個打兩個 武器中師的效果還在持續 反擊風暴先轉運 對方的造勢 蓄力一擊敲死 赤兵一擊還在捶 卡里哈閃現閃又躲 但這一波是歐開如馬 過來想要嘗試的幫檔 很痛很痛 最後是一把大顆的石頭 讓Momo 終於是在這個下午的河道倒地 好可惜 剛剛那邊Q如果CC也好的話 有機會再Q一次喔 唉唷 這是前一波 唉唷 這個DAN在這個追擊完之後 Pearl血量不優秀 想要清兵的情況下 用火箭炸死了 對 而且以戰績來講 我這AD1020的戰績啊 是 DFMA 現在是上路的一波進攻 那OKRuma 往前想要定 但有一個夾子 這一波勾 是沒有勾到人 也沒有勾到牆壁 有人可以跟傷害嗎 有人可以跟傷害嗎 後面有塔利亞的蓋牆來封路 但是並不敢 蓋得太深 Pearl想要往前 但是又被踹在了牆上 第一時間內 已經扛不住傷害 OKRuma 也必須由命或換給收了回來 後方的是UG的進場 刺殺掉了OKRuma Pearl也在被對方 扼殺火箭給持續的輸出 近人結束的UG雖然被對方壓起身給擊殺 但是正面的DAN10 是沒有人可以觸擊 就是Momo從後面跳斬跳了進來 將KRuma一併的擊殺Easyman 作為是P3A最後的存活成員 蓄力一擊的效果 讓他是沒有辦法 再打出任何的痛苦撕撤 反擊風暴這一暈下來 是Momo拿下了Ace DFMA 要準備來用巴龍結束比賽 哇 而且遊戲時間才24分鐘 這把真的是 各個線路真的都是像我們提到的 被打 那個任督二麥都被打開了 那我們準備 要恭喜的是DFMA 在最後的生死關頭 擊敗了來自同賽區的V3A 晉級到第12名 進入到第二階段的賽事 劉本想說這把會打得 比較焦左一點 但看起來是一面倒的 那我